謝謝主席,麻煩有請蔣部長 請蔣部長 補員好 部長您好,辛苦了,從早上到現在 不會,謝謝 部長,第一個請教的問題 依照新製教學醫院評鑑的基準規定 我們在教學醫院當中 每一個住院醫師每人每天照顧的床數上限是幾床 對不起,我不太記得 是15床 那你知道他們每週最高的公時 按照目前的評鑑基準是幾個小時嗎 88 88個小時 部長,你應該知道目前醫策會正在進行相關醫院的評鑑 是 請問一下衛福部對於醫策會所在進行的評鑑 有沒有什麼要求還是都放任醫策會去做 我們當然有一些有要求整個評鑑的基準等等 都是整個研討出來的 是 而且我們也有訓練這個相關的訓練 就是評鑑委員 我想在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我受到非常多 我們很辛苦第一線年輕醫師的陳情 那他們跟我反映出來的內容 跟有一位呂醫師 我覺得他很勇敢 他在2015年6月2號的時候 他以具名的方式 針對於整個醫院評鑑的制度 他下一個標題 叫做完全造假的醫院評鑑 那這個內容有 說我們知道是假的 評鑑委員也知道是假的 我們也知道委員知道是假的 而委員也知道我們知道 這都是假的 那針對這些陳情的內容 不曉得部長你有沒有聽過 還是事實上評鑑其實都是完真的 那會出現這些聲浪 都是一些不實的指控 那個 根委員報告 在評鑑當中 醫院把一些數字美化 這個我們都了解 他們例如說 有的時候甚至所謂的造型 就是如果他是有幾家醫院 他人員做一些調動 或者排班做一些處理 這我們都了解 那評鑑委員都是從 大部分都從醫院出來的 當然他們也了解 所以這些評鑑委員 在了解這些狀況之下 他去做評鑑 我認為他最後的評鑑結果 應該還是合理的 如果書面的資料 跟實際的狀況不符合的話 評鑑委員要如何知道 書面資料上面的資料是造假的 他所謂的造假 倒不是說這個 明明這個數字應該是 這個5他把它寫成8 他是在事先做了一些安排 人員調動啊這種做了一些安排 在排班上面做了一些處理 2013年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還有前面好幾次的調查報告 我大概都拜讀了 那在調查報告做成以前的那幾個年度當中 裡面所有受評鑑的醫院 就有關於公司的部分 全部合格 全部合格 那也就是說按照剛剛部長 您所說的 所有的評鑑委員 都是身經百戰 知道醫院實際運作的狀況 那應該 即使有造假 他們也可以判斷出來 做出來的評鑑報告 全部都合格 但現實上面 監察院的調查報告 裡面很明確的指出來 在公司的部分 按照學者 以及醫學生聯合會 他們工作環境的問卷調查 實際住院醫師是100個小時 超過了您剛剛所講的88個小時 那現在我看了這些資料以後 我陷入一個疑惑跟謎團當中 到底誰說的才是真的 部長您的意見 我想情況是如同我剛剛講的 他是在知道要評鑑了 所以他把他做了一些人員調動 在排班上做了一些處理 所以那個造假並不是說 他直接就是填寫一個假的數字 而是他可能這個人員 這樣子排下來 或者該休假的 他請他不要休假等等這些 最後等評鑑完了以後 又回去了 類似這樣子的情況 那評鑑委員他當然 他就看到這樣子的數字 他應該知道這些數字 有可能他是因為評鑑而特別去處理的 但是... 所以作為一個評鑑委員 他要怎麼知道實際的狀況 我想他應該... 我認為這些評鑑委員 他... 他都是醫院出身的 他也在第一線工作過 他也... 很多都是管理階層 其實他是了解的啦 他是了解的 沒有... 我還是沒有聽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就是書面的資料 跟實際的狀況一不一樣 對於一個評鑑委員來講 他如何去確定 因為如果說... 按照部長所說的 他都是主管 他們下面再怎麼搞 沒話資料 他通通都知道的話 那評鑑不用實施嘛 因為他在現地區以前 他就已經知道 實際上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嘛 那我現在問題的焦點在於說 呃... 如果書面上面的資料 跟實際的狀況不一樣的話 作為一個評鑑委員 他如何得知 我按照監察院的這個調查報告 他所建議的事情是說 必須要去進行實地的訪查 是 那... 包括了跟所有相關人員的訪查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方法嘛 是 他們應該也... 現在就是在做實地訪查 也會跟相關人員一起去...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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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詢問 沒有我今天質詢啊 這個問題 並不是要特定啊 找哪一家醫院的麻煩啊 我相信部長應該可以了解 是 我真的很擔心的是啊 我們第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 他們血汗過勞 的狀況 我第一次啊 發現啊 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 看了一本書啊 那本書請我寫序 叫做過勞之道 那我不曉得部長是不是有看過這本書 這本書沒有看過 沒關係啊 我會後我在... 去書店買一本啊 送給部長 我自己去買 對 不知道... 不知道你看了這本書啊 特別是朱淵醫師的故事 看了真的會讓人家掉眼淚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是... 我自己女兒就是... 就是醫師 她的經歷我都知道 正是因為啊 實際調查的必要啊 所以我現在很驚訝的發現說啊 我們現在不是正在進行評鑑嗎 我現在手上拿到一本啊 105年教育學醫院評鑑手冊 條文重點提示 評量項目 FAQ啊 就是常常被問的問題 這種小冊子 部長有看過嗎 我... 呃... 我沒有看過那個小冊子 不過我... 我知道醫院都會... 在這個時間 準備期間都會開會啊 告訴醫生 該怎麼去做... 回答問題 回答問題 對我都知道欸 他裡面還寫齁 這個... 限於院內越南 請問外流 那個...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醫院從上到下 在鼓勵所有第一線受訪的人 被標準答案嘛 因為這裡面的答案啊 跟我看到你們 評鑑的標準的內容 一模一樣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醫院從上到下 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不禁開始懷疑啊 進行這樣子的評鑑 它的... 實際上面的意義在哪裡 很多第一線的醫生 他們所反映出來的事情是說 我們當初在移植這個制度 從美國移植過來的時候 在整個基本的背景上 跟實際上面評量的內容上 可能跟在美國當初實行的制度 會有一段相當大的距離 那現在更嚴重啊 的問題是說 在醫院裡面 竟然形成了一個文化 那個文化是上令下達 要求下面的人 配合這個標準答案 來作答 那如果我們今天評鑑 是搞成這個樣子的話 我不禁懷疑這個評鑑 到底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做了一堆啊 paperwork 這個是 某某醫院 的院內性 請組織醫師提醒廠商 評鑑三天不要出現在院內 部長您知道這個指示 他為什麼做這樣的指示嗎 我知道耶 您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 因為很多醫院裡面 有不少的相關的廠商 包括藥商等等在 這個會影響到評鑑分數嗎 我想是會的 如果會影響到評鑑分數的話 提醒他們不要在院內 那代表的是平常都在院內嘛 對沒有錯耶 不好意思 這個是另外一個當事人 他表達到的內容 他的小女兒一歲多 是重症患者 病房在我們入住期間 讓油漆公上漆 他向院方反映 只漆空病房就好了 院方說 因為要評鑑了 所以一定要漆 這個是我們的評鑑制度 造成整個醫院在運作的時候 實際的扭曲 這個是醫院交往過症 那 我知道 曾經有委員 曾經很實際上面的提出來 要求 衛福部 看可不可以暫停今年的評鑑 那我也知道 部長您很明確的拒絕了 因為你還有其他的考慮 但是部長可不可以 最起碼 我們能夠 統一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評鑑制度 未來要怎麼改革 我們可以再繼續討論 但是針對這種造假的文化 這種只看paperwork 讓第一線的醫療工作人員 不僅本來已經繁重的工作負擔 沒有減輕 反而加重的情況 必須要改正 那第二個部分 是本席非常非常關心的 也是在2013年監察院的糾正報告當中 針對衛福部勞動部一體糾正 針對有關醫師納入勞基法的事情 那不過因為您的任期也快到了 我想這個頭痛的問題啊 就交給新的衛福部部長來處理 那不過我相信 所有衛福部的同仁跟勞動部的同仁 都要非常嚴肅的面對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委員